慈悲之华,必皆,庄严之果 辽代的皇帝为了供养华严经 在西经,也就是大统,建造了华严寺 契丹人是崇拜太阳的 所以呢,这座寺庙的规制是坐西向东 只不过辽代的皇帝没有最后看到这座寺院完整的样子 因为清国人来了 所以,这座大殿是辽代的地基 金代的建筑 明代的雕塑 清代的壁画 不过在我眼里,这个建筑是有生命的 它在呼吸,它在观看 它醒来,它睡去 它甚至也为这个世界唱过歌 不知道多少人从这里经过 有的人出生,有的人死去 而这座大殿 似乎才开始和这个世界谈恋爱 不信你看,它像不像夏加尔画里边的那些爱到飞起来的人 竹天就是体现赛化 善化寺保存了辽津的寺庙格局 而它的斜兜拱 这个是契丹民族和汉族 在建筑设计上的一种融合 主要使用在宋 金 辽时期 后期就很少见了 你看它延伸出来的屋檐和斜斗拱 让它在整个视觉空间中 有节奏地铺陈开来 有个男宋大儒叫朱便 他是亲眼看着这栋建筑建成的 而这个朱便有一个侄孙 是很出名的一个人 大家也都很熟悉 他叫朱熹 朱熹 朱熹